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咬金玩游 全新的地獄集 Lays啊 橄欖樹下 那就是我上禮拜說的那一張 水人可以無事燃燒的 記得給他刷起來 那我們現在趕快跟大家一起來 看一下關卡資訊吧 第一關就很佛齁 CD2還幫你技能回復 通常這種我就是覺得 理多必詐啦好不好 前面先給你甜頭 後面直接讓你吃進苦頭的那一種 第二關的話是先攻23000 那打你之後會把4顆水瘋化 你撞到就是扣15000 同時你要大於等於7康 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少幾康就是打幾下 第三關的話是所攻所計 然後他也會符石騙你 好啦 我覺得痛苦真的是比較出來的 自從出了符石騙你半套之後 我看到只有單純的符石騙你 我就會覺得還蠻佛心的 那這邊的話是不能手銷到心齁 再來第四關一樣會突擊你 那這個突擊大概13000左右 他會把你的版面還原 你要消耗強化豬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那你沒消耗強化的就是反彈100%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敵方攻擊力有51000 所以如果你沒有減傷 或是血量沒有高過這個的話 就要注意不要被他反彈到 第五關的話是伊貝斯 100%的減傷盾 你一下他的減傷就會往下掉 同時你不能手銷到光 那一樣要注意的一點是 這次攻擊也有47000 而且他是無視減傷 解法有三種啦 第一種就是帶錢得樂嘛 所以直接無視他的100%減傷 第二種就是巴力 第三種就是福音戰士 這種有護盾或AT力場的 去扛他的傷害這樣子 OK 接著就來到王一的部分 你如果隊伍是泉水的話 他就會把你的三顆水凍結 而且凍結的珠子越多 他攻擊力還會提升 同時他有25%盾 那他把你的水凍結以外 你還不能手銷到水 王二也是一個超級討厭的東西 可以先看到弱轉無效的部分 再來就是你要點燃他 傷害才有辦法完整打出去 你如果沒有點燃他 你傷害就是剩10% 然後他還是單級5億盾 所以如果你沒有點燃他的話 你就是要單級打到50億 才有辦法擊垮他 這個其實就有點莫名其妙了 有一個種族就是沒有點燃卡 那個種族叫做機械 好啦 不過下禮拜一合作開始的時候 就有兩張機械的點燃卡出現了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做球啦 至少前面看起來是不像 OK 那以上就是今晚地獄集的關卡資訊 大家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